赖清德10月25号到金门 10月25号什么日子 台湾光复节嘛 线上同学还记得年轻人可能都忘了 10月25号赖清德台湾光复节 静悄悄 但是到金门主持了古宁头战役 75周年的祭道典礼 在这边讲了很多话 注意有几个关键字哦 到了古宁头握着老兵的手 又开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了嘛 对吧 满满的中华民国国军 保卫台海和平第一仗 这是1949年发生的事 所以呢台鹏金马 落地生根75年哦 又有鹏金马了 然后古宁头代表保卫国家的决心 寸土不让 然后呢自由民主不是理所当然 不能也不会让任何外部势力 改变台鹏金马的未来 几个关键词 外部势力寸土不让 然后又开始满满的中华民国 那当然这番谈话 大陆国台办也好 大陆外交部也好 都有所回应 那国台办的回应最快 朱凤莲 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回归祖国啊 这个赖清德都不讲嘛 赖清德支流 讲到赖清德 大家知道用词越来越重 都是有台独使官啊等等 好另外一头呢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备战 是紧锣密鼓 这个一个是两期征搜大队啊 进行了综合考验周 记不记得那个天堂路 稍后我把画面 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 最新的天堂路 挖人弟兄们 在烈日之下啊 在这个尖利的这个石头上面爬行 哇全身啊 这个很多很多的伤口 这个画面真的是看了蛮感动 那看了 大家觉得国军弟兄真的很辛苦 稍后我们画面当中会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你就看到 一个是在美选前 美国再度宣布对台湾的军售 金额很高 折台并637亿 这是拜登任内的第17次 坚定的挺台湾是吗 然后另外头呢 我们就看到 一个是这个联合国啊 我把这些讯息 因为它你看到很多个角度 但其实都是同一题 10月25号也是联合国 通过2758号决议53周年 非常特别的是联合国呢 在大陆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了150秒的影片 讲解了2758号的决议 其中有旁边的讲解 告诉大家 1971年10月25号 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过程 但是你仔细看哦 发现这个发布的方式 也很有玄机 因为它只有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这个影片 但是微博啊 X啊 脸书上 通通没有 再对比一下 像是去年前年 也并没有在微信上发布 那这次在微信上发布 我觉得本身是个信号 因为它确实是联合国的公众号是没有错 虽然其他比较西方的平台是没有发布 好 我先问一下委员 委员你怎么看待 先来看一下这个赖庆德选择性的 进行了一些这个身为元首的一个典礼 比方说光复节就不讲啊 那古宁头的时候握着老兵的手 这番谈话什么意思 他要把抗中跟反共加在一起 来巩固他的政权 以及团结台湾岛内所有的力量 顺便削弱国民党的影响力 来对抗中国大陆 这是他的基本策略 然后因为他的出身是台独今孙 所以他嘴巴上讲中华民国 讲巴古宁头这个战役 他的台独势力不会怪他 他会觉得说 我这个孙子怎么那么尖巧 懂得去偷别人的东西 好棒棒 然后他就开始表演了 这个表演的目的 就是一方面给美国人看 因为我没有台独啊 我还继承那个老奖的传统啊 美国人闭嘴了 然后国民党也闭嘴了 你看看 国民党的朱立如韩国瑜 还没有他孝顺啊 对不对 哎呀你看 又要把他比下去了 他是花样在玩的这个东西 然后对着这个老伯伯 哎呀你已经不是米虫了啦 你是这个古宁头战役的 哎呀英雄啊 虽然我们民进党 砍了你们的退休金 但是你不要跟我见怪 那是蔡英文干的 不是我干的 我们一切重新开始啊 我先给你荣誉 然后我们大家要笑吗 他一起来打一场古宁头战役 我讲国共之间的关系是很麻烦的啦 他要把国共之间的战役 中国的内战变成是什么 两个国家互部隶属 两个国家的战役 所以变成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外部势力 他要做这种 这种类似选战上的定位区隔 来达成他这个所谓的专制独裁 台湾的一个台独方向的一个最后的目标啦 这个方法我觉得是蛮聪明的 蛮聪明的 不可否认 就是完全在执行诺宁政杖的理论 诺宁政杖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他在1980年写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献 他说台独要成功 一定要通过把中华民国台独化 你没有把中华民国台独化 你不可能台独成功 以前那个民进党也想不通 连蔡英文也想不通 一定要加个中华民国台湾 一直纠结在这里 对对 因为蔡英文 我觉得有几个朋友讲对 蔡英文毕竟是民进党的养女 不是金孙嘛 竟然养女学统不纯粹 他只好加个台湾 赖清德不需要加台湾 我就是台湾 然后我挂了中华民国的帽子 你们谁敢怎么样 所以他就是跟你玩这个游戏 他会选择性的挑选中华民国的元素 来建立他的台独史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那就看大陆上怎么去应付他 至于10月25号 除了古灵头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27582决议案 还有中国大陆的抗美援朝 因为中国大陆说认为 我抗美援朝 我跟打败的美军 至少打成平手 这一点是不可能否认 他太厉害了 而且美军当时的军备 也是远远超过解放军 竟然被解放军打败了 最后打成平手 所以解放军就觉得他已经站起来了 10月25号抗美援朝纪念日 我们庆祝古灵头是应该庆祝的 这是国民党军队当时是打赢了古灵头战役 赢在说解放军没有像样的海军 连个渡海的工具都没有 可是隔年的1950年 因为古灵头是1949年的 这个10月25号打的 但是隔年的1950年的7月16号 东山岛大战 国民党就输得很惨了 那你在那个状况就说 你看你习近平去东山岛 我就来古灵头 这个相互唱一个历史性的反调 我觉得这番操作 已经让人家耳目一新 赖清德 对 刚刚委员就讲到10月25号 同样是这个2758号决议 这个部分在委员上 委员的这个脸书上 那写得非常的清楚 我建议大家上去补一下课 但是委员在这里 你怎么看待联合国的这个动作 在大陆微信公众号上 发表的这个影片 这一定是大陆的外交部 看到了欧盟通过了 2758号决议案的否决案 所以跑过来叫联合国说 你也出点声音 这是你的事情 所以联合国就交叉一下 跑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来发表一下 可是这个没有去发表到 其他的英文的媒体 似乎为德不足 他大概联合国也不想 惹怒美国或欧洲吧 不过我们从法理上来讲 就是你 你就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议会 都通过也没有用 真的要否定2758号决议案 必须到联合国大会去提案 那看有谁会去提案 这才是重点 提完案例会不会通过 又是一个重点 那我这样判断 就是可以通过2758号决议案 否决案的国家 不会超过44个 就是欧美集团 那我们全世界的国家 198个 所以还有 还有待努力 可是2758号决议案的否决案 现在是民进党在推动的 一种台独法理 新法理 可是会不会成功 不会成功 可是有助于什么 有助于做达成两件事情 第一个出口转内销 在台湾内部 你看你国民党啊 怎么样怎么样 还好国民党有听我的话 就是提个案子 我们就反对2758号决议案 看你怎么讲 我还没有重新解释 我们直接反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来跟中共较劲的说 你2758号决议案 那个又没有讲台湾 真的2758号决 文字里面没有讲台湾 那就是说 所以就对我们没有影响 他是玩这个文字游戏 但他刻意不提 2758号全面有两个提案 一个是一中一台 一个是两个中国 都被否决了 他不谈这个事 不谈这个事 那被否决就是一中一台 不存在 那两个中国不存在 只剩下一个中国 然后一个中国就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那在之前 是中华民国政府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那现在我们中华民国 所以后来才会有 什么中华台北啦 然后中国台北啦 然后什么 那个中国台湾当局啦 名字很多啦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取得 国际法上的 主权国家的资格 那现在再继续吵这个 没关系啊 就让共产党跟这个民进党去吵 那其他的我们就受闭上关 对啊 每天这所有碎碎 各式各样的讯息 各式各样政治人物的谈话 一定要像委员一样 去了解这个现实上的法理问题 才能够回过头来看得清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